各位评审老师好 我们在主要报告的主题是 航运市场对我国航运业之影响 那我们的指导老师是苏东涛老师 主缘有赖冠轩、刘永尚、刘耀文还有赖冠轩 我是赖冠轩 我们的目录分成了七个部分 首先是摘要和序论 在序论中分成了研究动机、研究目的、研究范围方法 还有研究流程 欧美与亚洲地区航运现况 分成了欧美国家和亚洲国家的两个部分 未来航运业将会面临到的问题 分成各国船员未来面临的问题 还有目前航运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再来是目前影响航运业之因素 其中包括了环保议题、新冠肺炎、限流令、长四轮事件 还有数位化 台湾航运现况分成台湾航运目前之概况 台湾航运业面临的冲击 还有台湾航运未来的展望 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这是我们的摘要 自古以来航运就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并且它也一直担任着全球很重要的经贸方式 航运的功能非常广泛 包括商业、渔业及军事用途 因为台湾是海岛国家 所以海运占了非常重的比例 在台湾大约有99%的货物都依靠航运进行了贸易 所以航运成为我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现今航运业遭受到各种冲击以及面临各种挑战 要如何应对这些冲击并化解 成为了不只是我国政府还有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大难题 这是我们的研究动机 航运业曾经的辉煌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在这份研究报告中 让台湾人更了解台湾航运产业 以及航运业目前正面临的种种挑战 这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由于近代航运市场的变化 对台湾及全球市场造成激烈的改变 因此本组以航运市场为出发点 以世界各国及台湾航运市场为结构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归纳整理 以台湾所重视的防疫为例 近来国内对于防疫政策有相当高的呼声 以及重视未来航运走向 有关的评估还有相关资料尚未被建立 希望能借此一研究成果 作为未来的探讨方针 我们的研究方法有两种 一是调查法阅读相关书籍 及查询相关网站之后进行综合比较还有规定 二是文献分析法 收集国内外相关的论文书刊 还有网站的文献 进行研究分析 这是我们的研究流程 首先构想主题 再来收集论文 确立研究范围及方法 然后进行资料处理 讨论研究结果 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我是刘耀文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欧美与亚洲地区的航运现况 那因为欧洲线与亚洲线是航运的重要航线 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探讨 近期欧美亚洲三个地区航运业的情况 首先是关于欧美国家航运的情况 随着货柜海运的需求大增 在美国线之后 欧洲线也跟着大涨 远东到欧洲航线 从2020年9月开始加收旺季附加费 收费标准的话 是每40尺及20尺货柜 分别加收200以及100美金 那业界级市场认为 这是欧洲市场需求反弹的最直接讯号 而近期的说仓效应 也反映在了欧洲线上 全球说仓的幅度已经超过11.6% 在远东的北美线大涨之后 近期远东的欧洲线市场需求 也比想象中来得还要强劲 再来则是亚洲国家航运业的情况 2020年8月的货运需求 创出历史最多的数量 货柜数量跟不上需求 运费和租船费也跟着上升 从日本游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这三大船公司来看 各海运企业透过调整供求的平衡 阻止了运费下跌的情形 这对于三家日本海运企业而言 货柜船业务合并的效果是有明显的存在 而疫情造成国际海运市场运力紧张 运费飙涨 货柜短缺是各国出口商共同头痛的问题 亚洲国家受此情况的冲击则更大 除此之外 亚洲经济体非常依赖向欧洲、北美出口来充实国库 因此防止贸易中断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那对于未来的发展 航运业及船员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与问题 我们也有做出以下的整理要来跟各位分享 那船员的部分在未来会遭遇到的问题 大致上会是以下的六点 设备的自动化 船员对于工作态度上的责任感 协调维护和管理方面的软技能 收入不均衡的问题 还有平衡男与海员比例的问题 以及提高船员福利保障的问题 目前全球航运业所共同面临到的问题 为2020年因新冠病毒疫情爆发 导致全球经济与国际油价大乱 商业活动也跟着停摆 而在疫情后需求反弹碰上全球货柜短缺 世界各地不是缺贵就是灾柜 再加上环保液体的影响 让货柜业者面临到更多的挑战 限流标准的替代机制 燃油消耗数据收集 欧盟拆传法规等将陆续生效实施 估计这将对航运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在2021年4月间印度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二化 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的港口 已经禁止成轮换来自印度船员的船舶入港 成为国际海运业遭受的最新冲击 印度是亚洲的第三大经济体 也是人口第二多的国家 以往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现在疫情大爆发 未来恐怕也会对大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 各位评审老师好 我是刘永尚 我要介绍的是目前影响航运业之因素分析 由于近几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大影响航运业 例如限流令、新冠肺炎、长次轮事件等等 其中新冠肺炎是最严重的 等等我会一一解释与航运业的关系 航运业占据我国95%的运输产业 当然环保议题一定从这下手 因为船舶污染一定有一定的关系 船舶排放二氧化碳已达11.2亿吨 这恐怖的数字 于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降低 像实现绿色航运可以从营运方面跟技术方面下手 政府也可以用碳税的征收来强迫降低排放量 在建造船舶时可以使用轻量化解能减碳的零件 来帮助船舶排放量也是很好的办法 2020年之后船舶燃料被分为高流燃料和低流燃料 为了回应环保议题 当然是使用低流燃料 含流量必须低于0.1% 这也是为了要符合 ISO 国际标准组织所规定的燃料 当然也是可以在船舶发动机燃烧的 且船东与乘租人必须在这个燃料价格跟内容写在合约上 才算是完整 这个是我们整理出来的限流令前后的对照表 可看出未限制前的优点是成本稳定 缺点是流化物会影响人体呼吸系统的健康 及环境破坏 限制流化物后就可以减少酸雨 土壤侵蚀 但海运费用成本会上升 且船舟价格相对会提升 我们台湾也在慢慢往数位化前进 像是港务公司已启动ChainSmart计划 内容是智慧港口 船舶智能辅助系统 海上及时系统 也有助于航行与海上安全更高的设备 也发展智慧港副区块链与 以港通服务平台 整合了货流、财务、通关、贸易等资讯流 还可以跟银行、保险公司一起使用 真是为我们国家行业更进一步 新冠肺炎算是近十年来影响行业最大的因素 原本很稳定的产业突然来了我们都没有结束过的问题 造成比较严重的欧美地区 在去年封城的封城 封国的封国 直接打乱了许多公司的计划 还有甚至是已经在路线上的船舶 公司只能缩减航班 也让船上人员下不来 等航次的船员上不去的问题 相对也提高货运成本 新冠肺炎其实还造成很尴尬的现象 亚洲民生用品需求增长 但是空的货柜都在欧美地区 而且很多公司都宣布停工 使港口人员有限 造成港口拥塞 缺贵的现象 运费一下子就飙涨2.7倍 创下新高 还好今年年初这些问题 随着亚洲疫情受到控制之后 已慢慢解决了 但是这个月台湾疫情来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控 会怎么影响台湾航运还要慢慢的观察 3月底发生了长龙长四轮卡船事件 虽然规模没有新冠肺炎那么大 但也是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计划 后面等候船只 有些船上物品损坏 即等待时燃料成本 有些船直接绕路增加成本 也是直接影响全球的航运 很多公司都可以像船东或是长龙球场 但相对其他因素来说 这件事算是短暂的好解决的 大家好我是赖冠勋 接下来由我来跟各位介绍 台湾航运的现况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台湾四面环海 并且有航运第一条件的优势 我们有良好的港户设施 在全世界船公司排名前30名 台湾的船公司就占了4个 由于在疫情期间无法出国的消费者转往内需市场 因此造成台湾货柜业者股价升高 虽然台湾散装航运业者也有不俗的表现 但因为大多名声用品仰赖货柜船运送 所以相较之下还是矮人一截 台湾航运业面临的冲击 第一个 货柜短缺现象 造成的原因有贸易不平衡 即港口拥堵 以及码头工人跟卡车司机人手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 船员短缺现象 全球120万名船员中 多达30万名 因为疫情而无法换班 船员上岸都必须隔离14天 要是船员在船上染疫 船舶也必须在海上隔离 第三个 中美贸易战 影响了台商回流 加上受疫情影响 未来企业将会以分散风险为考量 部分产能牵出中国 将会重新组织产业链 来构建多元化的供应来源 台湾航运未来的展望 货量回温 尽管2020年2至5月 全球正值索国期间 但东西向航线及亚洲进阳航线 货量以明显缓慢回温 在价量起扬 货量回升的同时 对货柜航商都是立即 航运业公司的竞争力 域名航运董事长徐旭东以两个词汇解释 一个是新常态 一个是后裔时代 新常态及产业形态完全改变 后裔时代只要更自力自强 才能够存活 他强调 未来闪装航运企业 脉象数位化 也就是AI化 物联网化 自动化 才能提高竞争力 国内行业复苏 缺船缺柜缺工 助长了货柜航运的运驾 促成了航运股大行情 结论与建议 那么透过这些调查后 让各位更加了解航运市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 新冠病毒的爆发和限流令之相关法规 为如今航运业所面临到的严重问题 应该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成为了我国航运业首当其冲的任务 希望能藉由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讨论方针 以使航运业永续发展 现在全球贸易和航运业面临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挑战 我国航运业正在发生动力、运力、服务 三大根本性变革 同时跨境电商、大数据等新技术 新业态的出现 为航运业突破创新 走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 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 我国航运业开拓创新合作专行 将成为必然的发展要求